大家會覺得壓力很大 想要開車進行大破壞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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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不行喔 因為會被警察抓去啦 所以想要狂飆還是來玩遊戲吧 像這款極速快感 新全民攻敵 就可以讓你當個亡命之徒 享受警匪追逐的快感啦 大家等到遊戲推出 一起來大狂飆吧 美商議店自從1994年 推出第一代極速快感系列以來 時間過得很快 這個標榜極速飛車衝擊的遊戲 也推出快要20周年囉 而每年推出一款極速快感的遊戲 也成為美商議店的傳統 不過只是傳統的飛車追逐玩法 已經無法吸引玩家的青睞 讓開發小組不得不求心求變 讓最新作極速快感 新全民攻敵 加入更多好萊塢電影的經費追逐要素 帶給玩家不同的遊戲體驗 這一次極速快感 新全民攻敵 不再侷限玩家行走的路線 而提供一個超廣大的遊戲場景 讓玩家可以自由的狂飆 在遊戲中 玩家就扮演 躲避警車追逐的飆車族 在都市叢林中盡情的狂飆 玩家除了要躲避警車全面包圍 如果被包夾也沒有關係 玩家可以開車硬闖隱蔽的巷道 很多大家沒有注意的角落 都是可以躲避警車追擊的捷徑喔 而遊戲唯一的規則就是沒有規則的競速 在每一場比賽中都有終點與起點 只是玩家如何 到哪裡 怎麼運用時間 全部都有玩家決定 反正想辦法變成通氣排行榜的第一名 就代表玩家成功囉 玩家 玩家